最近朋友圈好多朋友去看500演唱会 因为这种缘故嘛 推送了一些其他的内容 突然你发现500除了作为一个歌手和音乐人之外 他还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身份 他是一个摄影者 因为之前我们也有看到过 这个圈有好多给自己打上摄影标圈的这种艺人 作品嘛就是不知可否 不 治一下 但是500他的摄影作品呢 我就觉得还是蛮有趣的 而且他是在挺认真的对待这种事情 他还有出版过两本还是三本摄影机 他拍的最多的当然就是台北嘛 台北的城市 台北的样貌 台北的角落 和他自己一些感悟 他因为是一个名人嘛 很多人就会认出他来 所以说他动作也非常快 就很隐蔽 拿起来小相机 一瞬间啪拍了就走那种 他这种形容就让我突然就想到了另外一个摄影师 深山大道 因为一提到街拍 深山大道是绝对绕不开的这样一个摄影家 一提到深山大道 网上有很多论调 一上来就会说到风格 黑白 透透 很爆炸 然后很有侵略性什么的 但是这些都不是今天我想说的 因为这些东西太容易被大家注意到 也已经被反复提到过 深山大道呢 也是日本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 他在童年的时候 他的家境不是特别稳定 他童年时候会频繁的潜移 所以从他内心深处 他就觉得我没有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家 他说他的家是通过他儿时的想象和很多回忆 评凑出来的这样一个东西 他也有阐述 就是他的作品很多都是片段碎片段 我也想用几个片段式的东西去介绍 第一个进入我脑子里面的就是挑衅和反叛 这个东西呢相关于他参与的一个杂志的拍摄 这本杂志叫Provoke McVane 这本杂志是发表在1968到1969年这段时间 一共就错过三期 最早创办的人是一个日本的哲学家批评家 叫Koji Taki 这本杂志后来被认为是 日本摄影界革命性的一本杂志 很多这种日本能叫得上名的 先锋摄影师参与其中 有他一个朋友叫中平卓马 还有一个就是矽江阴公 矽江阴公其实是深山大道的老师 这些人其实对深山大道都是有一些影响的 当然了就还有他的那个好基友荒木经纬 都参与过这个杂志 因为在那个年代 刚好是美国越战的那个时期 年轻人就非常的反叛了 对抗这个社会 日本同样也是这样的 当时人们都非常的极端 他们也是做了这样一个事情 但是他后来他自己觉得这个事情并不极端 他只是说我们想在审美上去挑战传统摄影 这三本杂志刚推出的时候 非常不受推崇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折服就在80年代的时候 被一些觉悟更高的年轻摄影师发现了 这三本杂志的原创版 据说现在可以炒到2万平 这本杂志停开之后 他出版了最重要的一本摄影机 因为这本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开始 Fairware Photography 出的第一本摄影机叫《再见吧摄影》 在那个时候他觉得世界是混乱了 包括他的童年颠沛流离的这种状态 他对很多事情都充满了一些不满 充满了很多疑惑 他不停在问自己到底什么是摄影 我为什么要拍照片 直到有一天他在和他一些朋友 在暗房里面弄照片的时候 因为有一些废片嘛 可能掉在地上 他就把底片剪下来 突然脑子里面就蹦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不是这些照片 他说这些照片也是我们的世界 这个简单思考一下就典型了他 他自己也认为这就是他的一个起点 于是他就把这些照片整理成色 这里边就有一些没有主题的 画质非常不好的 非常混乱 他觉得摄影表达的这个东西是直接的 但是也是模棱两可的 这个模棱两可的这种不确定性 对它是一种致命的吸引 摄影这个事情 你拍什么 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拍 你最后呈现给人看的是什么东西 这些全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 但这个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我觉得他更厉害在他打破了原先的标准 我觉得在于他能着眼到这个角落 他游走于不同的城市 他始终是会发现这种东西 他并没有什么特别强的那种主题性 就先入为主的概念 你比如说像马丁帕尔他去拍 last resort 他会带着一种观念 我觉得森山大道他享受的就是城市的街景 给他带来的一种直接的感受 讲到他那个最著名的作品 丧家之泉 他拍那个作品之后 就是去三字县出差工作的时候 他坐在酒店里面 他从酒店里面一出来说 那个狗就在门口回头看他一眼 他就抛出相机就拍了一下 甚至都没有说把它当回事 他真正发现那个狗 对他带了很大的冲击的时候 是他回到暗房的时候 他把这个照片洗出来了 他就说那一刻我就突然感觉到这个狗传递出来的意义 对于我来说有多重要 其实是他从那条狗上面看到了自己 他自己反复挑 我说我就是一个丧家之泉 游走在东京的街头 游走在新宿的街头 作为摄影师来说 苦于去找到一个合适的母题 要不断地去尝试找自己的摄影语言 但是他一下就找到了 找什么主题其实真的也不重要 关键重要是在找你自己 就是你找到你自己 你想表达什么都可以 我们有提到那个西江阴公 就是另外一种东西 它属于那种主动创造行为 这个画面可能在他脑子里面 首先就有了一个异象 然后他又去通过摄影把它实现出来 三山大道绝对不是这样 它属于撞 各种去撞 出版了这个Fairware Photography之后 他说我发现我并没有重够摄影 而是重够了我自己 从这本摄影集之后 他说我就再也没有办法 像以前那样普通的去拍照 我也没法跟摄影说再见 所有的这一切 你不觉得反而增加了 他这本摄影测的戏剧成分 我很好奇他在行业内的人员怎么样 我感觉这没朋友 有有有有 除了荒木镜 他这个Fairware Photography出版的时候 和当时的那个Probook Magazine 是一样的遭遇 这一声一片呀 当时只有一个人赞赏了他这本摄影集 就是荒木镜 他们两个还合出过一些摄影集嘛 有一本就叫荒木新宿三山 就是他们两个一起在新宿街头拍照 很好玩的 三山大道他说他每天早上会在新宿的某一个餐馆出现 他认为那个餐馆就是他的家 如果是我们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上来看的话 好像是心酸的 但是我觉得他是无比无比的enjoy这种生活 他说我不能理解人们会觉得人的欲望 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下降 他的脑子是非常非常激进 哪怕他现在80岁 从来就不肯妥协的这种感觉 最后我们再说说他的黑白吧 他自己有提到过关于他为什么要拍黑白 他说完全就是出于直觉 黑白的东西更加的抽象 更加的异象化 他认为这种东西能把它带入到另一种空间 那种空间可能就是他脑子里 一些想象一些片段 他曾经说过把这事情拍下来 不要因为思索而停止不前 与其说摄影是记录 不如说摄影是记录 就挺浪漫的这种想法 记录就是一个带有一个目的性主观的行为 他把摄影比作记录来说的话 对他而言那就是一个本能 为什么他在摄影界有意义 他又是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或者说一个很不一样的方向 多样性才是这个世界精彩的这样一种构成 上价值了 下一期要聊荒谷经维了吧 我们可以聊 但是你怎么展示 全程马克拉克 但是我觉得荒谷经维绝对是一个 值得聊的这样一个摄影师 他其实和神仙大道 他们属于同一个类型 都属于那种直觉性 有一点 这是我这些人的 我这边 我们有一带来说 我们一带来说 我们一带来说